中共神秘的北戴河会议已在近日悄然结束 有港媒发文称 这次北戴河会议或针对是否群力安排储君进入政治局常委 以及接班人将透过何种模式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思想碰撞 同时有海外媒体称 习派与江派在北戴河度假期间的激烈博弈未达成共识 故此次会议并没有定下任何19大人士名单 仅确定了起草19大政府报告的人员名单 有舆论指出 诸多迹象显示习有意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则 或意味着习正在酝酿新的选举形势 和前不久出现的总统制放风一致 8月14日 香港明报发表题为共青团改革试图变异 中共应重塑接班规则的社评表示 前不久刚公布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和当局对今年10月将召开的六中全会确定的主题等迹象显示 中共高层可能在刚刚结束的北戴河度假期间 就中共的接班模式和规则碰撞了思想 文章分析 中共各级政府官员和军队中大面积腐败 以及周永康 菊才厚 郭伯雄等高官的贪腐 都证明中共原有的培养接班人套路已经失败 同时 共青团中央遭当局批高位接班后 推出的团中央改革方案显示 团派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已被斩断 今年以来 中共省市级的领导班子频密调整也说明 北京当局对中共19大的人事不举早已经展开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估计有关是否按照阁代指定的就力安排储君 或延后安排接班 以及考虑延长总书记任期保持高层架构稳定等问题 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 领导层即使未有决定也会就此思想碰撞 最后文章称 无论19大是否安排储君 或是习近平去任 重要的是应该透过适当的民主模式去做出决定 文章表示 要建立健康成熟的选择最高领导人的制度 只能走民主制度 而习近平能为此有所建树 比什么都重要 此前 海外曾有舆论认为 中共现行体制下的接班人选择方式 存在一个难解的死结 集长权者提前挑选接班人 原本是想延续自己的路线 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 但如果接班人太过强势 就会对当权者形成抢班夺权的挑战 如果太过弱势 接班之后势必地位不稳 很容易被别人推翻 而且 接班人一旦选中 中共党内的派系权力格局就会发生变化 一大批人会投靠未来的新主 在位掌权者就面临变成不脚丫的危机 所以 习近平很可能会考虑改变接班人的选择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8月15日 大纪元获得独家消息称 此次北戴河会议 没有定下任何19大人士名单 习近平与刘云山为首的江派 在北戴河会上激烈博弈 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目前紧定了起草19大政府报告的人员名单 报道引述中共体制内专家辛子凌的话披露 现在的北戴河会议变得兴致 张控了局势的习近平不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平台了 只是让一些老人在休假期间见见面 交流交流情况 对于前不求法广披露的有关习近平在任期满后 可能继续连任执政突破10年的说法 辛子凌表示 这个将来是要看民意 如果习近平真是做得好 得到人民的拥护 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过早宣扬这个东西不是很恰当 所以习近平的一些媒体并不强调这些东西 著名时政评论家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 向大纪元分析表示 习近平上台后先是用反腐的方式来整治江派贪腐集团 但这个方式费时费力 进度太慢 现在整个国际上的压力也好 国内改革受阻也好 及经济上问题都迫使他要快速解决江泽民的问题 不然改革进展不下去 李天孝说 那现在用违规违纪的方式 或能上能下的方式先将他拿下去再说 这样的话就为迅速扫除江泽民集团找到一种新的途径 另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 北戴河会议不讨论接班人问题等诸多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有意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党内规则 这可能意味着习正在酝酿新的选举形势 前不久出现的总统制放风就是一种舆论是水雨铺垫 伤亡惨重的天津大爆炸已经过去一周年 但爆炸留下的创伤和民众的不满仍在 爆炸现场依然满目疮痍 涉事官员依然逍遥法外 不少受害业主无家可归 去难者家属至今没有拿到抚续金 而大陆媒体对此却集体噤声 外媒批评 任何这种规模的大灾难都会全国进行反省 但却不是在中国 2015年8月12号半夜 天津边海新区一个危险品仓库发生连续大爆炸 强度之大可以从卫星上看到 甚至引起了地震 爆炸发生后 中共当局立即对消息进行封锁和严控 禁止中国媒体独立报道 如今一年过去了 官方依然讳莫如深 有民众发现 天津当地多家主要媒体 8月12号投版报道的 都是李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的表现 但对天津爆炸却一直保持沉默 天津边海新区政府官方微博发表的 《历史上的今天》 缅怀的是朱紫青而不是天津爆炸的死难者 我的印象没有对方面的报道 它只是强调了安全工作问题 没有对这个事件本身进行一个反思检讨或者是纪念 至少在我看到的宣传媒体上没有明确的联系 此外 网络上有关爆炸地区重建 殉职消防员的报道也都被删除 BBC报道说 针对天津爆炸一周年 官媒已被告知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一些幸存者及遇难者的家属也被警告 不能接受外媒采访 BBC指出 中国当局希望人们静悄悄地纪念爆炸一周年 但并非人人都这么想 据香港媒体《苹果日报》明报报道 12号上午 十多名殉职消防员家属到现场准备败计 但被早已部署的公安拦截随后被带走 有家属表示 每月1700元的补助金一直没有拿到 此外 也有在爆炸中失去家园的业主 到现场维权请愿 抗疫至今无家可归 还有其他报道指出 政府补助修屋或购房的钱远低于市价 不少民众不满当局不作为 不但拖延死难者家属受损业主的赔偿问题 就连对爆炸事故责任人的处理也不了了之 今年2月 当局曾发布调查报告 建议处分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等人 但至今没有实际行动 天津代书记市长王兴国更从未被提及 另外 报告称 事故调查组对123名责任人提出了处理意见 对74人党级政绩处分 对48人批评教育 处理结果让外界跌破眼镜 政府的这个管理职能 它不是依法办事 它的规划 它的行政的推进能力 它的对这个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监督和纠正 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按那个网上流传的那种笑话 就是我这事做错了 我自罚酒三杯 都是这样一种态度 轻鸟旦行 但是在我们看来 那是很严重的 不可宽恕的很多罪行 但是谁来执行啊 谁来监督啊 那代表也不是我们自己选的 天津滨海新区官方微博声称 一年来 当地环境质量恢复到事故发生前水平 安全可控 但据多家媒体援引附近居民消息透露 爆炸地点附近仍是一片废墟 被烧毁的建筑还没有修复 此外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表示 天津爆炸的危险化学品信息还是处于不透明状态 未来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久未露面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于近期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期间再度隐身 其真实处境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体制内学者 中共国防大学前教授新子玲表示 江泽民肯定处于失去自由 被控制的状态中 新子玲认为 在抓捕江泽民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不可能半途而废 据多家媒体报道 中共北戴河会议正在进行 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等现任高层 以及胡锦涛 朱镕基等前朝元老军已现身北戴河 但唯独不见江泽民的踪迹 再次引发外界猜测 对此 新子玲日前在接受海外媒体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 相信当局正在严密的部署处置江泽民 在最终结果未出来之前不能向外放风 他指出 江泽民肯定处于失去自由被控制的状态中 新子玲说 其当局对江泽民采取的行动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在幕后进行中 在最终结果未出来之前只不能报道的 他是一个失去自由被控制的状态 这是肯定的 你要说他这么个人物要正式被捕的话 得有版有眼 有章有法 在这之前不能宣布 事实上 自从习近平上台掀起打虎风暴以来 有关江泽民及其家族的不避传闻就不断流出 有传媒统计 从今年4月份至今 江泽民至少缺几十个以上重要场合露面的机会 甚至有香港媒体获悉 江泽民已经被习近平当局控制起来 对此 新子玲认为 在抓捕江泽民这个问题上 习近平不可能半途而废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否则 习近平将留下无穷的后患 因为江泽民 曾庆红这两个人是动乱了根源 而且这两个人几次策划想推翻习近平 几次策划刺杀习近平 这个矛盾 不是一般的矛盾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至于何时处理江泽民及曾庆红 新子玲相信 处理江泽民及曾庆红 必定是在十九大之前 不处理他们两人 开不了十九大 也开不好十九大 但现在是决战的前夜 习网要把资料 证据准备的充分 扎实 方方面面要考虑周到才能动手 另据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 今年四月向海外媒体大纪元透露 江泽民父子已被内控 只是当局没撕破脸对外宣布 今年六月 香港争鸣杂志报道 中纪委已经正式约谈江泽民长子江绵衡 另外 江绵衡在电信领域 和金盾工程的多名重要亲信 从去年开始 先后落马 我让你开始画了 我让你保身了 我让你画了 你画了